大家国庆节快乐 我们今天继续这个我们的任务 今天来学习如何绘制基础点 我们已经实现了机器人的运动 机器人在运动的时候需要观察周围的环境 对环境进行感知 通过感知环境来决定下一步的动作 所以我们需要添加这个landmark点 这个地图点 机器人在运动的时候通过观察 这个他本身到各个landmark点的距离方位 来决定下一步的动作 首先呢我们需要把这些landmark点 id 012这些landmark点画在这个图上 我们先建一个块儿 我们先写这个landmark这个类 我们把每一个landmark都封装成一个类 这个类呢 肯定有它那个landmark id 每个landmark点有不同的id 每个landmark它也有自己的pose 就是自己的座标 这些就足够了 我们写一下landmark andmark 的转值 ID 给它设个NUT 每一个Landmark就有这么两个属性 我们来定义一下Draw方法 SelfAxElements 这个Draw方法是用来绘制这个Landmark点 我们把所有的Landmark叫做一个地图Map 地图用来管理所有的Landmark点 这个也很好理解 因为在一张图上 在限制环境中有许多的Landmark点 你需要来管理这些Landmark点 我们这里增加一个Map 来管理所有的Landmark点 把所有的Landmark点都存放在一个List下面 Landmark是等于 好 先建立一个空的列表 把所有的Landmark Landmark 所有的地图点都放到这个Landmark里面去 怎么放呢 我们来建一个Apin的一个方法 Apin-Landmark-SelfLandmark 我们把这个Landmark加入到这个Landmark里面去 加入之前呢 我们首先给每个Landmark来确定一个ID 在Landmark内创建的时候 这个ID是个空的 我们的ID怎么创建呢 应该是顺序的 从0开始 然后12 这么来加入 我们先这个ID就可以用这个Landmark 这个List的长度来确定 第一个LandmarkID呢 就应该是就可以上这0 它的这个列表长度为0 所以说 那就可以给它为0 然后 Landmark.id 等于 Land self.landmark 这样ID就有了 然后把它放到这个列表里面去 self.landmark 4.append Landmark 我们再定一个Draw方法 来绘制所有的Landmark 所有的地图点 这个Landmark 里面的Draw 这是绘制它自己 绘制它自己 这个五角形 绘制它自己 然后这里面呢 Map里面这个Draw呢 是绘制所有的 那很显然要调用一下 每一个的绘制方法里面的Draw 对于 对于 Landmark 里面的 所有的Landmark 都调一下 它自己的Draw Landmark 然后 Landmark 那么 所有的点 都会绘制在这个 屏幕上 那么 我们看一下 怎么绘制每一个地图点呢 每一个地图点就是一个Map 就是一个五角形 在这个 Pasing里面是有一个叫Scalar Scalar Scalar 或者三点图的一个方 一个函数 来绘制三点图 第一个 第一个层数是它的X座标 Pasing里面的0就是X 然后第二个层数是它的Y座标 Pasing里面的0就是X 然后第二个层数是它的Y座标 这个大小 给它100 然后Map 这个比较重要 这个给它这个五角形 这个型号 然后Color Color 等于Orient 我们现在就这么样吧 然后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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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 应该是先新建一个地图 然后再把Landmark 加到这个地图里面去 这些是机器人的 我们在创建Word的环境之后 这个类之后 我们就开始把Map 这些创建出来 首先创建一个Map 好 这个 换个名字 M 我们来添加Apaint Landmark Landmark 第一个Landmark 我们是 2 这个2 2 2 我们 在下一步 要把这个地图 加到这个Word里面去 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这样的三个地图点就 建立起来了 我们下一步把这个ID加上去 ID现在没有 AX 的Text Self 的Pose 的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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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X 的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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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这个 ID 加上 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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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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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然后font size等于10 这样这个id已经就有了 pose 加上个0.5会有什么 看一下效果会不合 加的有点多了 我们加0.1吧 ok 这样lendmark就绘制成功了 再有一点element这个地方 对地图点来说这样写其实也没太大问题 它每次都是重新覆盖这个位置 重新重新来绘了一遍 并没有把之前的来删掉 最规范的方法 规范的做法呢 是先都加入到elements里面去 然后在下一阵的时候 然后这些elements这些地图 这些绘制的这些图呢 就把它清掉 我们加上 然后这个 ok 我们重启一下 然后把它运行一下 serve 这样就大功告成了 还剩下最后一个内容是地图点的观测 也就是它的观测方程 我们下回来学习观测方程 来对这个landmark点进行观测 这个机器人在这个方位的时候 它是能观测到这个点的 和这个点的 对吧 然后 这个方位 它这些点 这个点应该都能观测到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